欢迎收看2月6日的Tasty Money 大年初十 今天相当多人会上班 小小和梁心铭都一直陪着大家看着市场 恒指今天是告开110点 23239点的位置 可能要多谢川普 因为他就签署行政指令 要求政府着手研究放宽监管金融业 刺激导致重上2万点关口 亚帝区股市今早都跟随做好 日经平均指数升过8点 看看现在恒指最新的表现先 升119点 23241点 期指升155点 23183点 成交章数6700多张 成交金额172,000多万 另外国子升64点 9743点位置 当然即时要看看 金融股的表现 先看看汇控 升1% 在做66.5的位置 最高是66.5 另外渣打方面 爆上去一年的高位 最高是78元 现在是77.9毫半 升近1.1% 另外看其他金融股 国际金融股 还有宏理金融 945 现在是147元 升近大约0.2% 宏理在3天后 就会公布业绩 似乎刺激性对于香港这边 不算很大 你见到汇控 渣打很克制 都是升到大约1% 不像人家高盛 升得这么厉害 另外看其他银行股的表现 恒生也冲上去 一年的高位 160.6的位置 升近1元 升幅0.6% 另外看东亚23号 现在是33.1 升近大约0.7%左右 至于升最多的淡酬股 现在是中银售 中银售升1.4% 21.7% 中国银行升1.1% 去到3.5号4 另外见到利丰交行 都升了接近1% 恒指继续维持过百点 升势升近104点 至于跌最多的淡酬股 是行农地产 跌近大约0.7% 做近19.32 咦?有朋友说 是否没声音 不知是否要测试 不是 我这边是很正常 是否你们没开 是否没开声 可以看看它 现在见到市升104点 23234点 内地股市在鸡年首个交易日的表现 相当之惨淡 只有2400亿的成交 创了鸡年首个交易日的记录新低 留意内地股市现在最新的表现 因为你见到A股未能做到开门红的表现 今天暂时三大指数都是靠稳 全线升大约0.1% 上证 现在ες仍为 halfing 3144点 升4点 深正升14点 东西 1022点 户心下5点 3370点 创业版 亦升价0.1% 升价3点 1879点的位置 见到今日的数据要留意1月份 财新中国综合的PMI 及服务业PMI会晚些公布 至于原定今日挂牌创业版的股份 8297巴迪贝伊会押后上市 今次都看到监管上可能有一个进一步收紧的情况 本地功能内依零就商巴迪贝伊8297 原定今日创业版挂牌 因为监管机构 就创业版上市规则的第11.23条规定 提出了查询而宣布要押后上市 成为证监会及港交所上月 发声明批评创业版新股 以全配受形式上市出现的股权高度集中后 首次亦是首只临时杀停的新股 看看押后到何时 之后再上市 要有什么条款 要适合才行 另外再看看移动股 既然是这样 刚才看到市场好像呆了 但现在升了多一点 升了137点 23267点的位置 另外个别股份 留意一下营起的股份 利基240 急弹了上去 最新升1.4元 做4.0.5元 利基项目进攻入价 年度日历增加不少于五成 利基240比较冷漫 现在做4.0元 升1.2元 另外盈利语气方面 微创医疗853元 预料去年业绩 亏换转型赚1000万美元 现在5.9号453 暂时升0.6% 另外留意个别通告方面 留意维达先3331 现在倒跌1% 15.62 内地宣布 Lorton已经辞任公司的财务总监职务 兼且委任谭逸宜 接替职务4月起生效 今早上个一个月高位 去过16元 之后倒跌1% 落下来是15.62 另外环球医疗2666 现在最新升1.5% 6.52 附属计划购买内地药品 和医疗器械销售商权益 升1.5% 用了1700多万买 做6.52 还有中国汉黄3788 现在急升5% 1.15% 他们会恢复印尼 职矿石项目的采购生产 1.15% 最高1.24% 到一个月的新高 他们宣布公司即将 会在三年停产的维护之后 呼吁印尼 红土 职矿项目的生产 并且很快实现红土职矿的销售收益 和现金流 我想又多一条线赚钱 现在升5% 做1.15% 通告的个别股份 暂时得着利机有点看头 我们不如看看现在的移动股 上个星期就传出来说 175 那些人狂买了那些购买正股 今天吉利还是很厉害 创立了一年的高位 去到10.06元的位置 夸张10元 现在升2.5% 去到刚好10元的位置 都很活跃 现在已经有8千多万 相当夸张 另外来看看个别股份 上个星期走得比较劲 已经没影 还有完美光电有行 升5% 现在1.15% 不过它上个星期尾的时间 去到尾段是沉了一些 今天补回了一些 升幅在这里 至于跌得比较厉害 可以帮大家看看有哪些比较熟 山东麦龙 5-6-8 迎起变刑警 大家在周末的时候 应该吃了花生 现在是2.35元 跌至3.2% 亦被揭发 就是他的董事长 在刑警之前减辞 很明显不能做 A股现在跌至6.6% 7.94元人民币 山东麦龙的H股 是2.35元 跌至大约3% 另外移动的跌得比较厉害 看到马钢仍在跌 马钢323跌至2% 现在跌至2.73元的位置 看看安钢 安钢偏远 跌至0.5% 跌至5.57元的位置 移动股并不太多 暂时看到这几只 看看恒指 恒指现在升至112.23239 留意一下 就是亚太区股市最新的表现 内地上升多了一些 现在升近0.2% 全线上证到3146点 至于亚太区股市 日经现在升少了 升24点 18943点 升幅0.1% 另外澳洲、台湾 都是靠稳 至于商品市场方面 看到金 而亚太区股市场上升 亚太区股市场上升 5.4美元 1,226.3美元 1盎司 升了0.4% 金上周已经累积 升了2.4% 上周 是7个月来最大周的升幅 今天亚太区股市场上升 亚太区股市场上升 另一个 有 现在最新正在升 8美先 正在升0.1% 亚太区股市场上升 近53.91美元 一桶 有 在上周 美股市场上升 0.5% 上周 升了大约1.2% 最新亚太区股市场上升 亚太区股市场上升 在上周 下周 看看有什么移动股 再给大家看 我们就回到这里和嘉宾聊天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